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到底楊秋新有沒有可能成為 民進黨的秋台 楊秋新之後許天才會跟著出來嗎 大道 我覺得楊秋新如果真的造反 是因為他有實力在先 他如果沒有實力不敢 那現在有沒有實力 但是問題是現在新潮流有南北流 南流漸漸壯大以後不聽北流的話 那現在南流 秋跟菊好像又分開了 現在就各自為網 所以新潮流以前都有 所以派系已經解散了 對 他很得運服務 這是解算是假的 欸 真實話 但是分流是真的 對 這個分流 我認為楊秋新理論上 跟我現在處理陳時中一樣 我是不相信的 你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他會選 那如果他真的選的話 長帝 不是 我們這個節目